好,这个视频给大家主要是演示一下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是在这个电器节目的时候 我们是给大家先演示,我们在电器节目的时候 我们在系统选项卡里面先插 先放入这个插座 我们已经载入了一些插座 我们来看哈 然后呢 我们处理这个方式 先把这个插座程度调一下 我们把它放到这个 好,我们简单的先放一个房间的 放上几个 然后呢 我们就给它放一个 配电盘哈 然后就是电器设备 然后有默认的这个是LB101哈 我们也可以载入,我们就来 放一个这个来试一下 我们来看这个也是220幅哈 这个给大家看 这个 因为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注意啊 就是 呃,待会我们在创建这个电力系统的时候 大家就会意识吧 就是我们要把所有的插座和配电盘盘连起来 成一个系统 然后 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要注意一个问题 一个是 确保你所有的电器 这个构建哈 比如说插座和配电盘它一定电压 还有极数要相同哈 要是不一样它们就会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点击一下这个 这个配电盘哈 然后这里有一个配电系统 现在这里是无 无的话 我们要是去把它 这些插座和这个配电盘在链接的时候呢 就会有问题了 我们点击这个插座哈 然后电力 我们就来看这个面板哈 就是选择这个配电盘 它是不行的 我们 然后你你来看啊 这是一个场景 我们选择 你要是 嗯 手动的去选择这个 指定这个电力性 它是不行的哈 我们 我们刚才已经排出了这个电压和极 极数的问题哈 为什么因为他们俩是一致 那我们还有一个就是 到这个管理这里 然后呢 要创建一个电器系统 我们到管理MEP设置 然后呢 电器设置 然后我们到这个配电系统这里 然后这里啊 有一个列表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里缺少的是 220伏 然后 单箱的这个 嗯 导线两根的这个系统哈 然后我们可以手动添加 我们减加系统1 然后单箱两根导线 然后呢 下了菜单220伏哈 然后进去 然后确定 然后我们按两次Escape 点击一下这个配电牌 然后我们到配电系统这里来 来 我们刚才添加的这个系统 依旧有了哈 然后呢 我们按两次Escape 点击任意一个插座 然后到电路这里来 然后因为已经进入了哈 创建系统 然后我们在这里 点击这个 下了菜单面板这里 它就出现了我们刚才那个配电牌哈 然后我们就可以选择它 然后大家注意看 这里就一个序件框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编辑线路了 把这个其他的这个插座呢 就它添加到这个系统里面来 让他们连接到这个配电牌上去哈 好 完成 然后我们呢 把鼠标 放到这个上面 任意一个插座上面哈 然后点击CAP键 然后点击鼠标左键 我们就可以创建这个电线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弧形导线哈 这个稍微滑稍一点哈 然后呢 我们这个线 电线呢 也就创建成了 我们还可以 连接化哈 这个呢 主要就是这里 给大家想演示 就一个是确保你的电器元件 和这个配电盘呢 它的这个极数还有电压一定要相同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这两个没有问题 大家一定要去管理这里 然后到MEP这里哈 然后去设置一下 或者创建一个新的这个系统哈 然后你就 我们这些 这些 呃 插座啊 或者其他的开关什么的 就可以和我们这个配电盘 连在一起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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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